其实官场,没有你们想那么简单,那些人都见风识舵,想往上爬,更是难上嫁难,就像现在的李布侍郎,肖怀李,据说,他在考取状言前,在乡下是有一门亲事的,两人都已经签了婚书,有了孩子,但是,他被太傅看中,把独女嫁给了他,为了前途,肖怀李,把他结发妻子给骗了,暗地里,把他原配夫人的婚书给作废了,还把他们放在院子里,关起来,说是有人想害他们。 后来听说,他原配夫人知道了真相,带着孩子走了,到现在都没音讯,这种男人多薄姓,和我那不少难得的炸爹一样。 没人注意到,角落里,听到肖怀李名字的肖母,手细不可查地抖了下。 世间男子大多薄姓,平头百姓喜欢见烟花柳巷的,也不在少数,似乎也没什么稀奇,我可不这样,若是以后我娶妻,我定娶一个我喜欢的姑娘,一辈子和她恩爱有嫁,秦色和命。 以后的事,谁都说不准。 吃好喝足,大家都上了楼,刚回到房间。 我不会。 什么? 我不会纳妻,也不会在外面乱来。 你不怕我和你合离? 我尊重你的意见,就算你和我合离,我也不会纳妻。 肖细云开口,看着宋暖的眼眸,好似乘满星辰,宋暖一时间竟然看呆了,一个大胆的念头从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来。 肖细云,我们试试吧。 肖细云没反应过来,她疑惑地恩了一声。 肖细云,我不想合离,我想好好和你过日子。 这话总让她有种不真实,只是下一秒,她的手已经很诚实地将宋暖抱紧,恨不得嵌入体内。 我以为这是我的错觉。 宋暖飞快地在她腰间软肉上掐了一把。 那现在呢? 娘子,疼。 改口改得倒是挺快的。 我会努力赚钱,以后家里的钱财都归你管,利器活,都我来做。 那以后你的伤还让小鱼擦吗? 不是,伤口有些深,血迹斑斑的,我只是怕你看着难受。 我才不难受呢? 是我想要在你面前留些面子,我也怕你还想合理,所以行为举止都得注意点。 这样以后你若是真的遇到了喜欢的人,也不会后悔。 我没有讨厌你,我开始只是不了解你,加上未知的恐惧才会想不开。 这些时间的相处,我确定自己很喜欢你,也喜欢这个家。 我也很喜欢你。 萧继云的耳尖红得快滴出血来。 那我们以后可以尝试着慢慢的相处,感情总是会越来越深的,你觉得呢? 我不着急。 她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,娘亲说了,女子未满十八不宜同房。 我有件事得和你说,我的身世还未同你说过,我幼时曾经学过功夫,家里还请夫子教了我好些年。 我不知我爹是什么人,但我娘说我不能去京都居住。 我不是非得去京都住,我还挺喜欢这里的。 宋暖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不是宋暖的事和他说,但又怕他把自己当作怪物。 萧继云也看出来了。 其实你不需要什么都和我说,不管什么时候,我都相信你。 萧继云,我其实不是真正的宋暖。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,不过你可以告诉我,我能接受。 我其实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,我是几千年后穿过来的现代人,真正的宋暖已经死了。 我刚好在我的世界里死亡,不知道为什么灵魂附在了他的身上,现在的我不是什么前进小姐。 所以,你醒过来以后才这般异常? 而且我有我那个时空的系统,米面粮油在我们那儿都是很平常的东西,所以嫁妆里没有那么多神奇的东西, 都是我那个时空买的。 见萧继云面露不解,宋暖闭着眼睛进入淘宝系统,然后,宋暖就看到宋暖的身边凭空的多出一袋大米,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 就是这样,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大米,用的是我在现代赚的钱买的,你们这里很贵重的东西,在我那儿都是稀松平常的存在。 暖暖,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,别再告诉其他人。 我没有想告诉其他人,但你没有对我隐瞒,我也不想隐瞒你,而且日子长了,我也怕你发现。 我就算怀疑,也不会追问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,只要不害人,怎么都行,可若是其他人知道,怕是会萤火烧身。 所以我告诉你了,以后你也要替我隐瞒,我不是圣人,救不了太多的人,可我占了他的身子,便想帮他照顾好他在意的人。 你之前的名字叫什么? 也叫宋暖,我和他同名同姓。 宋暖没敢说,自己在现代,已经快三十岁的事实,他怕萧继云觉得他老牛吃嫩草。 这或许也是你们之间的缘分。 话音落,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 萧姐夫,暖暖姐,清风姐晕倒了。 闻言,宋暖很快就出了房间门。 清风,清风。 宋暖伸手去摸清风的额头,滚烫得不行。 他发烧了,我去煎药。 萧母和叶母赶紧去拿来毛巾,给清风敷上。 张嬷嬷则是拿来了薄薄的毯子,盖在他的身上。 房间里面睡觉是不是很冷? 唉,木炭晚上烧得倒是旺,可要通风才不会出事。 夜里风大,气温又低,确实容易着凉。 叶姨,你房间晚上也冷吧? 楼下温度更高些,清风明月若是不嫌弃。 可以和我一个房间,人多睡在一起更暖和。 若是还冷,晚上就灌几个汤婆子睡。 我发现,我真的挺喜欢这里的。 若是我一直住在这里,你们会不会介意啊? 只要你家人没意见,我们也没什么意见。 放心吧,他们巴不得我死在外面,所以我要先赚银子。 等以后,真被扫地出门了,我还要银子傍身。 他说的可怜,宋暖都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。 只要你愿意住,住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的。 谢谢嫂子,我要去歇歇了,明日要早起。 好。 宋暖也回到房间,坐在书桌前,画着放火锅的桌子,烧烤的架子。 他还把烧烤的配料表,火锅的配方全部都写了出来。 自己也打算明天用新鲜的羊奶试做奶茶。 你图画得不错呀。 当然了,画图是我们必备的技能,你觉得我写的怎么样? 很好,只是羊奶真的能做奶茶? 羊奶营养价值很高,我只需要把羊奶做成好喝的奶茶,销路自然就上去了。 你真的天生适合做这行? 我确实想做生意,裴志安刚好拉了我一把,我不知道京都现在是什么样的,但你不喜欢的人在那儿,我不喜欢的人也在那儿,尤其我那扎爹还拿着我娘的钱在那儿做生意,我就想让他过得不自在。 好。 萧继云像是下了什么决定? 若是你想去京都住也可以,大不了我到时候乔装一下。 算了,我才刚到一室,羽衣未封,我若是贸然出现,会让姨娘有危机感,宋家挺有钱的,我那扎爹还巴结上了好些个大官,我不想做没有把握的事。 他还没自信到,觉得自己是个穿越的人,有个淘宝系统就可以主导这个世界。 好。 将画好的纸压在了案板下,宋暖脱下外山上了床,外面的温度已经快零下五十度了,他偷偷从自己的被窝里挪到了他的被窝,才放心地闭着眼睛睡觉。 萧继云已经习惯了他的偷袭,夜里太冷,他自是不好提出,让他和自己睡一个被窝,但宋暖每天都会冷得钻进他的被窝,所以每天半夜时,他的怀里总会多出一个人来。 一日一早,萧继云和裴之安骑马去了县里,宋暖则是一大早的,起床去了厨房,挤了羊奶以后,就在厨房里开始做奶茶,他先给羊奶煮沸,一大早起来的众人又喝了新鲜的羊奶做的奶茶。 暖暖姐,你真是太厉害了,早知道就多买一头奶羊了。 村子里卖羊的那户人家,又产奶的羊,要不,我去买两只。 那边问问吧。 叶颖和魏玉陪着萧母去了村子里养羊的那户人家问。 小姐,您真的要和裴公子一起做生意吗? 我看裴公子也不想拿我开玩笑的样子,若是真的可以在京都打响名号,我不就省事多了? 我只是担心小姐。 总是要尝试的,若她真的是个合适的人选,一起做生意反倒可以省去不少麻烦。 小姐觉得好就行,我们对这些都不懂。 你们已经做的够多了,我不会的事情不都是你们在做吗?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,你别妄自飞薄。 暖暖,这奶羊买到了,不过涨了些价钱,要七两银子一只,我买了两只。 娘辛苦了,宋暖又拿了五十两银子递给萧母。 都差点忘记给娘银钱了。 哎呀,你上次给我那一百两都还没用呢。 您收着吧,家里总归是要有用钱的地方,我不在时,您总不能说账吧。 无奈,萧母只好把钱给收了起来,用午膳时,萧继云和裴之安才回到家。 信已经送出去了,姑母过两日就会来人。 那么冷的天,他们能来那么多人吗? 我办事,你放心。 裴之安的人也都是第二天傍晚到的,来人有五个。 第二天一早,宋暖就起了个大早,教三人从简单的奶茶开始做起,奶茶、烧烤、火锅。 两天的时间,他们就学会了全部,宋暖则是和裴之安、萧继云讨论名字。 要不你们去吧。 叫寄安火锅和暖暖奶茶怎么样? 于是,他们开的店就命名为寄安火锅和暖暖奶茶。 第二天一早,墨青就带着三个大厨回去了,叶璇则是要留下来。 啊,也不知道我们的店能不能开起来。 放心,一定可以的。 在墨青他们走后的第十天,裴之安接到了飞鸽传书。 我估摸着,这两个月,我们能大赚一笔。 想不到京都的人那么舍得吃,等到明年开春后不下雪了,我过去那边教他们新的菜品和果茶。 我还以为你不会去呢。 总得去看看,不过你在京都能不能找个地方挖冰窖? 明年热天,我需要很多的冰做饮品。 放心,我的人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 啊,再有几日就要过年了,你真的不回去? 不回去,我对联都写好了,你还想赶我走?太冷血了吧。 我就问问你,清风明月他们在做新年的衣服,我给你和叶璇都做了一套,不是什么好料子,你们别介意就成。 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们了。 一个心愿,两个心愿,轻轻挂在树上起起愿。 你的心愿,我的心愿,走出美好的音乐。 暖暖,新年好。 喝着暖气的声音在宋暖耳边响起,让他瞬间红了耳根。 新年好,小继云。 宋暖刚说着,他感觉手里被塞了东西,还不等他反应过来,宋暖云迅速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 直起身来,看着漫天烟火,大家坐在客厅里,宋暖率先拿出红包,递了礼物给大家,因为怕混了,所以他给的新年礼物都是一模一样的。 我也有? 当然了,我们最起码也得算是朋友了吧。 又递了一个给叶璇,宋暖看着眼泪汪汪的清风明月。 大家都是一样的,那是你们的压碎包,放在枕头底下枕着,这样来年就可以平平安安没有携碎。 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压碎包。 小心翼翼地将红包收好,然后看着叶璇。 你愣着干嘛呀,接啊。 叶璇接过压碎包,对宋暖说了谢谢。 她的话是真的少,几乎到了西字如今的地步。 暖暖,我们做长辈的,哪有让你发压碎包的道理啊。 叶璇,这里就我和萧敬云成亲了,我们给长辈和小辈发压碎包,没什么问题啊。 清娘,那是暖暖和季云的一番心意,你就收着吧。 那,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 您别有心理负担,我真的是把你和叶璇当作自己人,也不是什么值钱的,就是想要讨个好彩头。 说着,裴之安先打开了新年礼物,香包里是一条项链,里面竟然是黄金做的镂空金坠子。 这挺贵重的。 这个坠子叫吉祥福锁,寓意吉祥幸福,是我对你们的祝福,若好若是遇到了难处,也可以换些银钱。 宋暖说着,才发现身边的萧继云正眼巴巴的看着他。 你的在房间里,我单独给你送了一个不一样的。 唉,等回了房间再看。 裴之安等所有人都带好后,才从怀里掏出红包,大家自是不好意思收裴之安的新年礼物。 哈哈,你们收着吧,这段时间,我沾着嫂子光,店铺赚了不少银子,日后我们大家肯定是要经常来往的,大家不收下,我以后怕是不好意思长住了。 被裴之安这样一说,大家反倒是不收不行了。 嫂子,你知道我们店这些天进账多少吗? 祖宫能超过十万两银子。 刚想要嘚瑟下的裴之安倾咳一声,差点没被口水呛死。 倒也没那么多,不过最高的一日有差不多三万两,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。 我们很快就可以坐着数钱了。 但也别高兴得太早了,因为久了以后都会有厌倦期,尤其是明年可能会是天灾年,到时候大家都吃不起饭了,生意自然会差下来。 你也听说了? 唉,现在大家都在传,明年是天灾年。 京都里其实也都有这样的感觉,就连我娘都买了不少的米,还有面在府里,生怕到时候会有人卖高价。 你家应该条件不差,竟然那么早就开始吞米了。 因为每年灾年,我娘都会去京都的城外市州,所以她每年都会囤积大米和玉米。 长公主哪里有那么好当的,尤其是受百姓尊重的长公主。 你娘人还挺好的。 吐面子罢了。 见裴之安每次说起她的家人,反应都特别的大。 刚巧,她也困了,三人便各自回房了。 裴之安的身份,应该挺尊贵的。 她自己也不愿意说,那我们就当不知。 洪叔现在都在家里,没有太多的规矩,还舒服自在些。 你们那儿的世界,是不是没有那么多规矩? 对啊,我所在的那个世界很和平,男女平等,任何的事情男女都可以做,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 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,如果婚后不幸福,我们可以协议离婚。 肖继云猴结滚动了下,其实她想问,宋暖在她的世界里,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人。 但是,她怂了,宋暖看出她心底里的疑惑。 我在那边没有男朋友,也没有牵挂的人。 我爸妈在我小的时候就离婚了,那时的我对婚姻并不是很向往。 现在呢? 现在不一样,我觉得成亲了没什么不好的,你和娘对我都很好,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。 肖继云悬在半空中的心才落了下来。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,燕城有回门礼,是在成亲后新年的初三。 你若是想去回门看你爹,我便陪你一起回去。 回门礼?不去了,她离开燕城都没通知,我干嘛去找她? 嫁出去的女子初三回娘家,娘家会准备回门宴。 你若是不回去,你爹永远不会知道真相,说不定还会全部听信你姨娘的话。 你觉得我应该回门? 没什么应不应该,你若真的不想回门,我不强求。 但规矩,我得和你说清楚,以后若是真闹起来,别人只会知道你连回门礼都不会,也会是那个不占礼的。 宋暖有些纠结,躺在床上,宋暖心烦意乱。 是谁呀? 嬷嬷,是我。 小姐怎么了? 嬷嬷,你能和我说下我出嫁后家里的情况吗? 啊,小姐是在想初三的回门礼吧? 其实,我本不该和小姐说那么多,但小姐既然问了,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应该和小姐说的。 难道张嬷嬷还有什么事情瞒着园主? 那日夫人嘴馋,让我去买她常吃的那家点心。 我刚出去一会儿,夫人她就提前发作,生产时大出息。 等我回去的时候,才发现和我一同进府的小区被胡伙打死。 老爷说,是她让夫人受了惊吓,导致早产。 但我知道小区不是这样的人,我们一同陪小姐嫁过来。 她的人凭我了解,她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夫人的事。 所以我怀疑,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小区让小姐受了惊吓,而是一个阴谋。 为了这件事,我特意去找了当年的吻婆。 可惜她年纪大了,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,只能断断续续地知道,当年夫人的难产是人为的。 原本,我想着自己找到真相,可那么多年过去,我年纪越来越大,很多事情都有心无力。 若不是因为我在外面耽误了那么长时间,我当时吩咐了其他人去。 夫人就不会因为难产,那多久就去了,小菊也不会被活活拿死。 这种弯心的痛,应该是园主感觉到的吧。 第二天一早,宋暖就告诉萧继云,她要去回门里。 我去和娘说一声。 你去吧,我收拾下行李,我们上午就出发。 好。 娘,孩儿准备陪暖暖回京都岳丈家走回门里。 唉,罢了,既然你决定去了,那就去吧。 娘,您一直叫我不要去京都,是因为我爹的缘故吗? 他不是想要怀疑什么,只是想要证实心里的那个答案。 哼,就是你想的那样,之前知安嘴中那个礼部侍郎,萧怀礼,就是你爹。 萧继云在陪知安说的那次,其实就已经有怀疑了。 所以,您不想我去京都,便是怕他知道。 不过现在没什么关系了,你小时候长的呀,和他倒是一模一样,那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,可现如今倒是不像了,怕是他自己看到,也认不出来了。 娘想报仇吗? 有什么好报仇的呢?那都是我们上一辈子的恩怨。 如今我只希望,你和暖暖可以好好的,我们过自己的日子,其他的呀,都不重要了。 那我也回京都一趟,到时再一起回来。 萧继云和宋暖打包的,都是腊肉和肉干,还带了些品质不好的青菜。 你们回门礼,就带这些东西? 裴之安看着宋暖和萧继云准备的回门礼,有些一言难尽。 要不,我去给你们添些银子,多买些。 我又不是回去吃回门宴的,我要是给的多,他们还指不定的以为我陪嫁了多少好东西。 裴之安也很快的明白了过来,终于,在下午傍晚前,他们进了京都。 你们要不要去我府上住啊?我府里挺大的,而且,没有人住,但丫鬟们每日会打扫,很干净的。 我们就不去打扰了,明早我们要回去,今天晚上得好好地休息一下。 你把你府底的地址告诉我,我办好事了就去寻你。 你拿着这块玉佩,到朱雀街的狮子府找我。 世子府?你是世子? 对啊,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的身份就和我身份了,我是真的把你们当做我的朋友。 您欢喜就好。 行了,你现在说话都变得阴阳怪调的,能正常点吗?记得来寻我啊。 好,我知道了。 宋暖和肖继云要去客栈住一晚。 裴志安则是回府,他偷偷地想要潜入娘的房间给她惊喜。 我知道你的心里只有杭儿这个孩子,可志安也是你亲生的,他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,你做娘的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? 我为什么要担心啊?他本就不是我想要生下来的孩子,我为什么要在乎他的死活? 你太过分了,他再不计也是你亲生的。 那又如何?若不是因为你使手段强行占据了我的身子,我不可能会怀上他,更不可能会生下的。 他的出生本来就是个错。 嗡的一声,裴志安刚刚还有些疑后的脸上,此时惨白一片,他不敢相信里面的对话是他爹娘说出来的。 当初你执意要把杭儿生下来,我瞒着所有人把孩子给认了下来,是因为我心疑你,我不在乎你的过去,那件事是我对不起你,我不该强迫你,但我也是个男人,你是我娘子,我有什么错? 你是没有错,你就不该娶我,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要娶我,我也不会嫁,我根本就不想嫁给除了他以外的人。 昌宁,事到如今,你还要自欺欺人吗? 志安今年已经结惯了,你再不喜欢他,那也是你的儿子,你就不能分出一点爱给他。 不被祝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,就该承受这些,你倒是很爱他呀,拼了命的给他生出那么多的弟弟妹妹来,你在外面养了那么多的阴阴厌厌,难道还不够你睡的? 原来,我是不被祝福出生的。 世子爷,您这是怎么了?怎么也不坐马车来宫里,若是冻坏了,可怎么办呢? 皇上,皇上。 怎么了?毛毛躁躁的。 皇上,不知怎么的,世子爷突然就走着来了宫里,奴才看世子爷好像很伤心,怎么叫他都没半点反应, 整个人冻得都紫了,皇上您快去瞧瞧吧。 安安。 边殿内。 三见皇上。 都轻着点,别吵到安安了,这是怎么回事啊? 安安什么时候回来的,怎么也没有人通知朕呢? 世子爷前段时间说是去其他地方游玩了,倒也没有说他会回来,奴才马上就派人去查。 算了,人都在这里了,还查什么? 常宁和裴正海又在做什么,他们俩是想把朕给气死吗? 皇上息怒,老奴这就去请长公主殿下和丁远侯爷。 哎呀,算了,朕现在看到他们俩就心烦,御医呢?御医怎么还不来? 已经派人去请了,外面下雪天,皇上别急。 朕怎么能不急啊? 若是没有天大的委屈,这孩子何止于此? 皇上气得脸都黑了,很快御医就来了,给裴正安扎了几针后,他才慢悠悠地睁开眼来。 黄九,我爹娘他们都不想要我,我是他们都不想要的产物,他们竟然不喜欢我,为什么当初要把我生下来呢? 黄九,我再也不要回家了。 以前的裴正安哭,说得最多的便是为什么爹娘不喜欢我,而现在的裴正安…… 安安乖,不想回去就不回去了。 你可以待在皇宫里,也可以待在自己的府里,你怎么开心怎么来,舅舅都不干涉你。 黄九,我不要回家,没有人喜欢我,我哪里都不想去。 怎么会没有人喜欢安安呢? 舅舅一直很喜欢安安啊,安安不委屈,舅舅一会儿就下职,给你封个王爷当当,这样你就比你爹官大,日后也不需要拜他。 他当初真是不应该赐婚,两个人这二十多年来,争得你死我活的,都把孩子当作皮球一般的,踢来踢去,实在是不像话。 朕已经下旨了,封你为安亲王。 舅舅,治安觉得做个世子爷就很好了,不需要封亲王。 朕心意已决,且圣旨已下,岂有收回的道理。 谢皇上恩典。 哎,都病成这样了,就别行礼了。 你爹娘的事,舅舅都知晓,他们俩确实不像话,舅舅替你做主,日后有事,就和舅舅讲。 他们不要你,舅舅这里,你永远都可以回来。 舅舅,我现在住的这户人家人很好,但我不想暴露身份,叶轩已经在保护我了,我不想行事动众,我在那边过得很开心,暖暖一家人都很好的。 暖暖,这外甥是春心萌动了,那便赏赐他一块领牌吧,今后你们去哪儿都方便,治安,谢过舅舅。 有人吗?大门很快就被打开。 谁啊? 请问这是燕城搬来的宋青云老爷的府邸吗? 没错,你找谁啊? 我是宋暖,宋青云是我爹。 我们宋府的小姐少爷都在里面,你怎么可能会是宋小姐? 麻烦您进去通报一声,就说我是宋暖,我爹他知道的。 小四说了句稍等,两人等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,小四又回来了。 你逗我玩呢,我们家夫人说了,我们府里的少爷小姐都在,你害得我还挨骂了。 不是,你去找我爹。 老爷不在,他去郊外了,要一个月后才会回来,你还是赶紧走吧,夫人说了,不会让你进去的。 说完,大门啪的一声就被关上。 暖暖。 我们回去吧。 好,没关系的,岳父不在府里,他若是知道…… 你别安慰我了,其实我心里不难过的,若是没有我爹墨雪,一酿他不敢说府里没有我这个人。 他既然不把宋暖当他的女儿,那我还赖着干嘛? 就算他的心里有些抽痛,那都是原主的身体记忆,和他没什么关系。 走了吧。 夫人发现,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说了。 嗯,做得好,这件事情你知我知,绝对不可以被其他人知道。 老爷若是回来了,你知道应该怎么说吧? 小的明白。 东街临靠皇城,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世子府。 两位想必是肖公子和肖夫人吧,我是世子府的管家,两位叫我肖伯就好。 世子爷已经派人来吩咐过,乡房已经为两位准备好了。 我们暂时有住的地方,就是来看看培,世子在不在,我们约好在这里碰面的。 皇上想世子了,要留世子爷在宫里小气两日,而且世子爷要被封安亲王,怕时要等封礼完成后才会回府。 安亲王,这人回趟京都就升职了? 母后。 皇帝,你可算是抽出时间来了,经日这事,你打算如何处理? 全凭母后发话。 太后满意地点头,将视线落在了跪在地上的长公主一家身上。 长宁,黑侯爷,哀家很早前便同你们说过,说是不希望安安回到你们身边,打扰你们清静,便把她留在宫里。 是你们承诺会对她好,爱护她,爱家才会把人送了回去。 如今十三年过去,你们俩为人父,为人母,却从未在她的身上,经过做父母的责任。 爱家对你们真是太失望了,唉,罢了,既然当初自婚的圣旨是个错误,那今日爱家便准了你们两和离,从此男娶女嫁,各不相干。 母后。 至于安安,她本就在爱家和皇帝身边长大,你们不想要她,没关系,皇帝已经和爱家说了。 封安安为安亲王,不日她便自立门户,会在她的安亲王府生活。 她的婚姻大事,从此也不需要你们干涉,爱家和皇帝自会保她一生无忧。 母后,您太偏心了,恒儿也是我亲生的,您和皇帝封她为安亲王,却连一个世子之位都未曾给过恒儿,太后脸色一沉。 放肆,皇姐目不是忘记了,裴恒现在是定元侯府的嫡长子,日后是有席侯爵之位。 怎么,侯府的侯爵之位都不够她继承的,现在还要来这儿治一阵。 神,还是不要贪图的太多的好,审得到头来,什么都没有。 儿臣没有其他意思,只是一时兴起说错了话,母后息怒。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,爱家不想管,也管不了。 太后的话,让长公主心底凉了半截,随即目光愤恨地看着裴之安,都怪她这个扫巴星,她的出生是她最大的耻辱。 皇祖母,舅舅,到这里好了,安安有些累了,恩请皇祖母和舅舅天恩,准许安安回自己府里歇息。 怕啦,爱家知道你不想留在宫中,既然在这儿不开心,那便回府去吧。 不是说要在宫里多待几日,怎么就回来了? 草民见过世子爷。 草民见过世子爷。 你们俩干嘛呢?我们还是不是朋友俩?以后见了我不要行礼,不然的话,我会生气的。 嫂子,你行的礼也是错的。 宋暖尴尬得不行,我一是紧张忘记了。 没事,跟着我,你不用对别人行礼。一会儿呢,我们一起在府里用午膳。用完午膳,我带你去店里转转。 宋暖没有反对。 没关系,回头我教你。 夏大哥,嫂子,我有件事,想求你们。 何事? 我在萧家住的时候,看到你们做的壁炉很不错,而且,在取暖方面似乎做得也很好。 陷下许多地方,突然降暴雪,导致许多老百姓被活活冻死。 我想问一问你们,愿不愿意把做暖炉的方法说出来? 当然,我也不会白要,我可以花银子买。 送暖犹豫片刻,技术我是可以教的,银子我也不要,这毕竟是造福百姓的事,只是我不希望被人过多打扰,可以吗? 你的意思是…… 我的意思是,不希望有太多的人知道这是我做的,因为我只想和相公带着家人,在虎头村好好过日子。 这人,你知道有多少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出头机会? 别人是别人,我是我,我还是更喜欢这样安静的生活。 听到送暖的要求,裴之安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 你要是愿意,把你那些能够造福百姓的本事拿出来教,我都可以买下。 实不相瞒,黄舅对我挺好的,这些年虽然平息了战乱,但百姓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。 我希望可以帮舅舅解决问题,也帮百姓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只要你答应我的可以做到,若是有什么想知道的,我都会告诉你,我虽是女子,但也同你一样希望,百姓们可以过得好些。 小大哥,嫂子,我替所有百姓们,谢谢你们,虽然你什么都不要,但我也不是个不识趣的,放心吧,如果效果好的话,我会在舅舅面前替你要一块舅舅的金牌,日后不管在哪儿,你们都无需害怕被欺负。 宋暖自然是不会要银子,毕竟他有很多赚银子的方法,他缺的是一个有权势的大腿。 裴志安瞧着宋暖的面色,两个人明显的有些拘谨。 你俩别这样,我还打算过几日和你们一起回去呢。 我好奇,你为什么在京都有吃有喝还住得那么好,为什么要去山里受苦? 我才不觉得那是受苦,虽然我待的时间不久,但是却是我从小到大住得最舒服的。 你们是不是看我,好像很风光啊? 事实上,我娘很厌恶我,我刚出生,因为我娘不想我出生,黄祖母和舅舅怕他把我掐死,所以才把我留在身边的。 我小时候其实每次都会偷偷去看我爹娘,他们俩总是把大哥带在身边,他们手牵手,一家三口的背影,看得我很羡慕。 后来,我和黄祖母说我想回家,爹娘来接的我,然后呢,我以为他们真的想要和我好好地成为一家人。 我那日回京,马不停蹄地就回了家,我以为爹娘看到我很开心的,因为我都离开那么长时间了,就算在身边养条狗,都该有感情了呀,走丢了也会想念一下。 但他们没有,我听到他们吵架,我娘说,她压根就不想有我,我爹是想通过我和我娘增进感情,他们谁都不爱我。 所以我喝了酒,走到宫里,舅舅和黄祖母觉得我受了委屈,所以拼了命地想补偿我,就连这个安亲王也是看我可怜,想要安抚我罢了。 你别难过,你还有我们呀,我们家永远都怀疑你来住的。 你们没发现,我在你们家的时候,特别放松吗?那是因为,你们把我当成真正的一家人看待,所以,我才住得舒服。 同样的,我也希望你们,可以在我的府里,住得舒服,因为,我也把你们当作一家人看待。 在宵家短短的时间,是裴志安最开心的时候。 是我们疏忽了,我只想着身份有别,只要是在家里,我们就和平常一样。 在外面也可以,反正我就这几日,等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之后,就回山里。 好,你们回来这样早,是没有进宋家的门吗? 守门的小司说,宋府没有我这个前进,姨娘自然不会待见我,我干嘛非得去找不痛快? 原本还想来讨个公道,可宋暖却连门都进不去,想想还有点可笑。 要不,我帮你出去。 原本我是想闯进去的,但是今日是我的回门里,我爹不会不知道,他甚至没有在家里等我,也默认了家里没有我和大哥。 默默告诉我说我娘的死令有原因,我回来就是想看看,我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,如今知道了,我想再调查当年的事,等我羽衣丰满时,我娘的财产我要全部拿回来,一分都不会给他。 我帮你不是更快吗?暖暖想用自己的能力让他后悔,而且宋府也不是小门小户,他的背后还牵连着不少的关系链,若是贸然出手,哪怕你是安亲王,皇上也不一定会站在你这边,到时候打草惊蛇了,再想要一击致命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既然说的没错,我既要对付他,那就要等到有万全之策室,再出手,一击致命。 我还是找个机会,去舅舅那儿,给你求一块免死金牌。 王爷和我们过来,有何吩咐啊? 是暖暖,他来教你们新的菜色和新的奶茶口味。 萧夫人可是又有好的点子了。 我看京都火锅和奶茶生意都很好,但时间长了难免会腻味,刚好有时来京都再教你们几样,隔一段时间加一个新点子,才能留住老顾客。 萧夫人来得真是吉时,奶茶店的顾客都问什么时候会出新品,都问了好几次了。 今日你们学会了,明日就可以把新品挂出来,我们主打的就是个创新, 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留住更多的顾客,让其他模仿我们的人没有办法追上我们研制新品的步伐。 可如果是所需的食材不够怎么办呢? 食材不够的情况下就撤下,告诉他们因为季节的缘故,有些食材实解供应,于时便要到来年才能重新上新。 只要我们新品出的够多,那些人就算是遗憾,也会被新品所吸引。 萧夫人说的我们都明白,既如此啊,烦请萧夫人告诉我们需要的食材,我们马上就去准备。 宋暖今日要教他们的,便是炸鸡和双皮奶,厨房里都有现成的食材和材料。 萧夫人,这就好了? 对,刚炸出来的是最好最酥脆的,大家可以尝尝,鸡腿,鸡翅鸣,味道各有不同。 宋暖说完,裴志安已经拿着一个鸡腿吃了起来。 这炸鸡真是妙极了呀,萧夫人简直太厉害了,我们怎么就从未想过这种做法呢? 赶紧学起来,争取明日可以上新菜。 三人吃完后,便开始学习炸鸡,接下来做的便是双皮奶。 这就是双皮奶,冬天便做热的,夏天便是可以放凉了再吃,味道也会有不同。 青山几人吃完后,这和蒸蛋的味道可差得太大了。 那是自然,你们先把这两样学好,过两日你们再教其他人学会了,我们再学另外几样。 萧夫人好主意,我都受教了。 我做的其实不如三位大厨做的精致,相信有三位大厨的改良,这样做的会更好。 宋暖又看着裴志安。 你带我去找下转柜,我有些事想交代他。 裴志安点头,三人离开了厨房。 草民见过王爷。 这是萧继云公子和他的夫人宋暖,也是这店的老板。 萧夫人有话和你说,你且听着吧。 萧公子,萧夫人,小子是火锅店和奶茶店的掌柜孙春生,有何吩咐? 孙掌柜,我有个主意,你且听听看行不行的通。 萧夫人但说无妨。 我们火锅店可以做个充值活动,分为一次性充值一千两的会员,五千两的高级会员,两万两的至尊会员。 若成为会员,新品研发出来第一时间,可以在店里免费品尝。 若成为高级会员,有新品会免费送到府上品尝。 若成为至尊会员,不仅会免费将新品送到府上品尝。 店里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,让他们不想出门也可以随时吃到想吃到。 孙春生诧异地看着宋暖。 你这么做,是为了快速赚银子? 暖暖是想通过会员制将老顾客锁住,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所不同,也更愿意花银子。 所以,你们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? 我认为挺好的,反正嫂子你脑子好使,你决定就好了。 我今夜就把那些整理出来,跟着明日的新品一起上牌。 那便麻烦孙掌柜了。 孙春生又急匆匆地下去了。 我真觉得自己好像没发挥一点作用,什么事情都是你在做,我就是个废物。 这地段和人脉我可搞不来,不过厨房的卫生一定要干净,后厨千万不能出现任何不干净吃坏肚子的情况。 这个你放心,来的都是达官显贵,谁都不想担事,都是我们自己的人,放心着呢。 他们出了火锅店,似乎想起什么来。 裴志安问道, 你们在京都想不想要一套宅子? 我宅子后面那套,虽是三进三出,但房屋足有两亩低的,是我自己买的。若你们想要的话,我送给你们。 这一套宅子,价格不低吧? 我是出工那年买的,也就花了一万两。 虽然我这宅子吧,临近黄城,但我后面那条街离黄城远。你们若是想要的话,我可以过户给你们。 你觉得呢? 宋暖当然想要,这样好的宅子谁不想要,就算是他不经常的来住,可在京都若是有房,他以后来这儿也方便些。 看出宋暖想要,我们还是按照世家。 我这宅子呀,只送你们,不卖。 你这样做,总归是有目的的吧? 他有朝一日,落魄了,没有去冲。 恒时我都信任你们,所以我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 你都这么说了,我们自然没什么反对的,不过你非要把宅子给我们,除了这个原因,应该还有其他的顾虑吧? 我现在是王爷,皇宫里那些皇子们厌恶我,讨厌我的肯定很多。 他日,若是皇子变太子,再上位,第一个收拾的可就是我了。 他可不想那么早就死,那些说什么没有家人的爱就会活不下去的都是鬼话。 他堂堂安亲王,有钱有盐,过得不得顺风顺水。 你想的倒是长远。 就冲你们愿意收留那么多不相干的人,我就愿意相信你们。 裴志安,你还要不要脸呢? 习惯了的人还跑到皇上面前哭,还真让你给哭到一个王爷的威风。 那你为什么不去救救面前哭啊? 是因为不想吗?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王爷了,你这个世子是不是该向我行礼啊? 裴志安,你别太过分。 怎么,国公府的世子便是这般教养,看到本王连行礼都不会。 见过王爷。 即便是再不情愿,司徒浩然还是对裴志安行礼了,可眼睛里全都是遮掩不住的怒意。 安亲王这个位置可得要坐稳了,毕竟哭来的东西没什么价值。 没办法,我那日只是心情不好,喝了一点酒哭了一会儿,舅舅就非得赐我为亲王,我推都推不掉。 哪像世子爷,连个世子头衔,都是皇后娘娘在舅舅面前给求的。 裴志安! 嘿,怎么办呢?我一不小心就把实话说出来了。 世子爷可是京都出了名的好脾气啊,应该不会生我气吧。 此时的宋暖低着头,心里却笑得不行。 你别得意的太早,就算是亲王,那也不过是没有任何权势的亲王。 不会吧,难道还有人想做个有权势的亲王?是你想,还是你的两个堂弟想? 这种杀头的话,他可不敢说,他的姑母是当朝皇后,他们国公府又是朝堂上说话有分量的权臣。 裴志安说的每句话都在灭门的线上蹦的,他恨不得把他给掐死。 我们应该没有跟你带来什么麻烦吧? 他们想针对的是我,不是你们。不过没关系,他们也不敢怎么样,也就只能嘴上无能狂怒。 那就好。 你们不用担心,亲王这层身份只是舅舅给我的保护伞。 只要我没权势,其他人就算是不爽,也得憋着。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的。 真希望快点把这里的事情解决好,我们早点回胡同村。 快了,过两日我会把烤肉,姜汤奶茶都叫他们一遍,等春天了,我再来教其他的。 也好,明晚我要去宫里敷宴,你们俩想不想去见识一下? 素暖看了萧继云一眼。 你想去吗? 萧继云只是看着他,温柔地笑。 你想去,我便陪你去。 规矩多么? 只要站我身后就行了,刚好进宫,我也可以和舅舅说暖炉之事。 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不是坏事,可以在舅舅面前混个脸书。 那就去吧,我还没经过宫,去找找见识。 我是你母亲,如今便是连见你一面都难了是吗? 娘说这话,孩儿就听不懂了。 明明是娘说,不想要我这个儿子。 舅舅和皇祖母看我可怜,才把我带在身边养着。 当初我真的以为,娘说的那句想我,是真的,看来也不过是我自作多情罢了。 堂堂安亲王,在乡野之地待了不过半月有余,说话竟然也同乡野之人一般,粗鄙不堪。 母亲教训的是,孩儿日后一定会向爹娘多学习,如何在府里养面手和小妾,争取将家风发扬光大,保证不会给爹娘丢人的。 混账,我是你母亲。 母亲不说,我都快忘记你,是我母亲了。 那请问,亲爱的母亲,您找我这个不孝子做什么呀? 您已经到了籍贯之年,该迎娶王妃了,礼部尚书萧怀礼之女,样貌出众,才情过人,做你的王妃刚好合适。 哦,就是那个,早些年,抛弃原配妻子和孩子做了太妇成龙快婿的礼部侍郎萧怀礼啊,想不到,我才出去游玩几个月,都从礼部侍郎进击成礼部尚书了呀。 哼,难怪那么多人愿意吃软饭,看来软饭还挺好吃的。 长公主气得脸都绿了。 自古婚约,那都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王妍若是不愿意,直接拒绝便是,重目睽睽之下诋毁我爹,岂非君子多为。 那请问萧小姐,我刚才说的哪句话是假的呀? 你,萧檀儿脸色一红,半上都说不出来一句话。 本王不是要针对你们萧家的意思,不过你再这样不知好歹,我可就不客气了。 我这个人天生坏重,京都人人皆知,你说话的时候最好考虑一下,毕竟我抖起黑料来,可是不会心软的。 萧檀儿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? 他眼眶含着泪,便看到一道身影从马车里缓缓地下车。 爹! 去车上坐着。 虽然过了十几年,可萧继云一下就听出来萧怀里的声音,和他小时候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。 魂约的事情怕是有所误会,谭儿年纪还小,下官并未想他那么早嫁人。 长公主和安亲王莫怪,下官回去以后一定约束好家人,不会再出现这种事。 早就听闻尚书大人为了虔诚能屈能伸,今日本王倒是长见识了。 可是尚书府哪里得罪了王爷,让王爷一大早就在宫门口对尚书府发难。 本王想发难,还要等你们犯错? 各位贵人,怎的都在外头啊? 安亲王,太后娘娘,瞧您还未进宫,特意让奴才来养您进宫,您再不进去。 太后娘娘又该不吃药了。 这明晃晃的维护和偏心,在场的众人都看得真切。 参见皇上,皇上万福今安。 舅舅,您喊我来有事? 您说可以解决暴雪带来的冻寒问题,舅舅想听听,你有什么办法? 治安前些日子住的那户农户家里要做暖炉,只需要简单的泥土就可以堆成一个暖炉。 一整个屋子都很暖和,而且那户人家还会做火房。 将送暖之前说的方法仔细地说着,皇上听得也是认真。 这个说起来倒是容易,可做起来未必简单啊,最好是有人教着怎么做。 说这话的时候,皇上有意无意地扫过送暖。 舅舅放心,我的人会教他们如何做,等他们学会以后, 马上就可以下放到每个地方去,教那些人该如何做。 离这寒冬腊月,还有一两个月时间,他们如今学会了,以后便不需要挨洞了。 嗯,你说的对,这是朕赏赐给那农户的令牌,你帮朕转交给他们, 若是以后他们还有什么好点子,也可以上报,朕会一一赏赐。 治安知道,舅舅,你放心,若是有好点子,治安一定会告诉舅舅。 那不介绍下你身后的姑娘? 皇教该不会是看上送暖了吧? 哎呀,舅舅又不和你抢,你慌什么? 被点名的宋暖心里更慌。 民父宋暖,参见皇上,皇上万福经安。 草民萧继云,参见皇上,皇上万福经安。 你和谁进京的,舅舅难道不知? 罢了,直到你把他们当朋友,舅舅也不干涉你的事。 不过暖炉和火防,你们可要用点心,若是有问题,真可要你们脑袋。 舅舅虽不过问你的私事,可再怎么样,也得悠着点,别一次性得罪太多。 奏折猜你的态度啊,舅舅都没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交代完,皇上才对着谭公公说道, 带他们下去吧。 王爷,奴才带您去偏殿休息。 去什么偏殿休息,带他们去偏殿的后院里,朕要看他们是如何做的暖炉。 别怕,有事我会担着。 来到偏殿后,朕不是暴君,该如何做,你就现场做。 若是这个壁炉和你说的火防,可以在离国推行,朕可以允诺你一个要求。 谢陛下。 因为材料准备的充足,宋暖和萧继云甚至连午膳都没有吃,做了三个多时辰,终于把壁炉给做好了。 这便好了? 嗯,只要把做壁炉的泥给烘烤干,就能正常用了。 嗯,倒是心灵手巧,刚刚说的话有效。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赏赐?金银珠宝,我这是加官尽爵,你们可以好好想想。 民父谢过皇上,只是民女做壁炉,只是想帮助更多人,没有想过要赏赐。 哦,不想求赏,那就记着吧,日后想要赏赐了,再医病赏。 谢皇上荣恩。 天气冷,宋暖今天跪得腿都麻了,看着皇上白手示意他们起身。 这年轻时,也在外面带兵打过仗,虽说现在是天子,但更希望自己可以做个明军。 可以吸纳人才,做更多造福百姓的事。 舅舅,您有什么话就说吧,您这样含糊其词的我真听不下去。 朕听闻萧夫人是个奇女子,知晓很多农耕的事。 若是萧夫人愿意分享你的种植方法,朕愿封你为离国第一个异姓女王爷。 异姓女王爷? 民父谢过皇上天恩,若是有民父可以为皇上解忧的。 民父定当鞠躬尽瘁,但民父更喜欢做个自由之人。 这话说出来,皇上倒是不觉得奇怪,按照他的言行和安安描述的,此女应该便是高僧口中能够拯救离国百姓的神女。 他和高僧说的一样,生性自由,不喜功。 朕对你的许诺永远有效,你可以随时在朕这里兑换。 皇上掏出一块金牌递给了宋暖。 这是安安之前为你们求来的金牌,也是朕的贴身金牌,见金牌如见朕。 朕特赦你们夫妻二人今后,面胜无需行跪拜之礼,也希望萧夫人今后在农事上不吝赐教。 草民叩谢皇上天恩。 安安,来祖母债。 黄祖母,孙儿是不是闯祸了? 不就是礼部尚书,有什么闯祸的? 是他家不好,爱家还未说要给你娶王妃,他们倒是折腾得欢快。 黄祖母,孙儿若想成亲的话,一定会告诉您的,这是孙儿心里难受得紧。 只要一说成亲的事,孙儿心里便会无端暴怒,再想起爹娘说那些话。 孙儿,孙儿。 安安别怕,黄祖母啊,肯定不会让他们再说这样的话侧击你,有黄祖母在,没人可以伤害你。 孙儿知道,黄祖母一定是知道孙儿心里苦。 皇上似乎对你很满意,但我总感觉心里隐隐不安的。 哦,放心,皇上只是欣赏我。 半君如半虎,谨慎点,总归是没有错的。 他捏了捏自己的脸,嘶的一声。 怎么了? 感觉像是在做梦,不确定就捏捏自己的脸,看看是不是真的。 那你捏我就好,干嘛捏你自己? 暖暖,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差距好像越来越大了。 什么差距越来越大了? 你别妄自飞薄,我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要请教你,何况我们成亲了? 若是我赚不到钱,难道你会不要我吗? 当然不会。 那不就对了,这些银子是我们一起赚的,我们都成亲了,这叫夫妻共同财产,以后不准你说这种话,我会生气的。 好,第二天天一亮,他们一早就要启程回家,在京都十天,宋暖真的好想家。 正月十四,穿着大红洗袍的虎凯,笑眯眯的站在萧家大门口,村子里的人都凑过来看热闹,一个个的对着萧家里面指指点点的。 你个小人,你给我滚看,明月是我们家丫头,我拿她当自己孩子看待,你死了这条心吧。 沈大,所有人都知道了明月被我抱了,男女受受不亲,她不嫁给我,嫁给谁啊? 你不要脸。 马上就是元宵节,昨晚,魏玉,叶影被叶璇带着上山了,怕是要晚些才能回来,想不到今天,胡凯就带着人在萧家门口要人。 是是是是是,我不要脸,要脸哪里能娶得到媳妇啊? 胡凯,你小子就是趁着萧家小子不在,就敢这样欺负人家。 这也不算是欺负吧,明月那丫头确实被她给抱了,这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呀。 什么被抱了,还不是胡凯她故意的,人家就在墙角下也过去抱人家,这种人太恶心人了。 这种事谁说得清楚呀,还是再看看吧。 胡凯,你小子真不要脸哪,我们兄弟好像已经警告过你不要来打萧家女眷的主意吧,看来你是把话当成耳旁风了。 大勇兄弟得到消息,急匆匆的就来了。 明月已经被我抱过了,那就是要嫁给我的,谁来都不好使。 文言,大壮就要上前去揍她,却被大勇死死的拉住。 沈子,急时都快到了,您还是赶紧让明月出来吧。 胡凯突然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拉了出去。 我警告过你,再来,我就把你的脸给废了。 看到叶璇回来,大勇兄弟一个个的都松了一口气。 我警告过你,再来,我就把你的脸给废了。 你干什么,赶紧松开我儿子。 一个三十好几的妇人冲了过来,魏玉和叶颖都挡在了叶璇的面前。 哎哟哟哟,打人了,还有没有王法了,两个大小伙子竟然打人了。 哎哟哟,我的腰啊,我的腰都快断了。 谁打你了,你说话是要讲点道理的,你们简直就是无赖。 肖母已经推开门出来,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。 这是怎么了? 半辈子没有怎么和人吵过架的肖母,喊了一声暖暖,眼眶里的眼泪都忍不住地往下掉。 娘,您怎么了? 你那个小丫鬟和我们家胡凯倾投一合的,我们这是来迎她进门的。 她那丫头都被我们家小凯抱了,以后谁还敢娶她呀? 我劝你们识相点,现在嫁起来,我还愿意出一两银子的骗礼,若是再不把人送出来,到时候可别说是我们胡家欺负人。 清脆的巴掌声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,让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,宋暖已经打了虎母十几巴掌,打得她的脸都肿了。 清风明月是我的人,就算他们不愿意成亲,我也可以养他们一辈子,别以为你们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可以逼我们就范。 我告诉你,我的人,你们不配。 夜影未遇,把胡凯给我绑起来,一会儿送到衙门去,调戏梁家妇女,我看你们有什么话好说。 听到宋暖要把人送到衙门去,虎母都惊呆了。 明月是个低贱的奴级,连良明都不是,哪来的良家妇女? 怎么,刚刚还不够教训,说话没有漏风,倒是我的错了。 小,孝家小子,你竟然从容你媳妇这样打我? 说不是因为你是女子,我早就上手了,医药费我孝家出得起,今日就算是打死你,我也不怕背上这条人命。 你可以试试看,是我的贱快,还是你的嘴快? 小大哥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,我那天就是想去抱一下明月,我真的没有抱到她,我手伸过去的时候,她就跑开了,是我下贱,是我赖喊们想吃天鹅肉在村子里造谣,你们他人有大量,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 胡凯是真的害怕了,哭得眼泪鼻涕横飞。 我今日不抓你,完全是看在同村的份上,若是再有下一次,赶打我们肖家女眷的主意,我这把剑可不只是对准你的胸口。 花人落,剑尖直接朝着胡凯的裤裆消去,胡凯还以为自己的命根子要保不住了,嗷嗷的一声,吓晕过去。 有,明月她没事吧? 小姐。 小姐,您回来了。 多暖姐。 明月,明月她被胡凯那个禽兽给污蔑了,在村子里到处给她泼脏水。 明月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流言蜚语,一夜就病了,现在高烧不退,还时不时的说胡话。 我知道。 宋卵坐在床边,轻轻地给明月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。 明月,是我。 小姐。 明月,是我,我回来了。 小姐,小姐。 小姐。 奴婢不要嫁给那个胡凯。 奴婢宁愿去尼姑案里做尼姑也不要嫁给她。 小姐,小姐明月求求您了,不要把我嫁给她。 她是真的害怕。 小姐当初被姑爷救了,也因为流言蜚语和姨娘的哄骗嫁给了姑爷,那她是不是也要嫁给那个无赖流氓。 别怕,我不会把你嫁给她的,我已经把她赶走了,她以后再也不敢缠着你了。 听着她哭着哭着,然后又睡着了。 小姐,您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马车,也累了,我照顾明月就行。 然后对着清风嘱咐道,清风,你去给小姐姑爷弄些吃的,我来照顾明月。 清风应了一声,便先下去了。 暖暖姐,明月姐姐不会嫁给那股坏蛋吧? 不会的,有暖暖姐在,她不会得逞的。 可是村子里好多人都说明月姐姐的坏话,她们都好坏。 魏云气呼呼的。 下次再听到别人这样说,你就告诉她,如果她们再说明月姐姐的坏话,暖暖姐会把她们抓到衙门去。 知道了,暖暖姐。 暖暖姐在京都买了好吃的,你先下去吃点,让明月姐姐休息。 魏云摇摇头,一向对吃得很热衷的她,此时守在了明月床前。 我要照顾明月姐姐,我在这里可以帮忙磨磨端茶倒水。 嬷嬷一个人在这里好累。 小云这孩子懂事得很,这几日明月生病,她都在旁边守着,忙上忙下。 嬷嬷,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。 小姐,您说这话就是见外了,清风明月也都是我看着长大的,和自己的孩子差不多,您先去吃点东西,老奴在这里照顾就行。 好,都怪我,我那天有些头晕,明月那丫头看我不舒服就让我休息,她出去外面弄血,也就是在门口旁,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她们会那么大胆啊。 叶姨,这不是你的错,要怪就怪胡凯这人太恶心。 在门口还敢动明月,她简直是不想要那条小命。 以后我会再小心些,门口也不让他们两个小姑娘出去了。 话虽如此,可宋暖却也觉得这样不是最好的,她将视线落在了叶玄身上。 叶玄好像武功不错。 您有何吩咐? 天了,也没什么事可做,不如你教着清风明月一些防身之术,也省得他们两个小姑娘被人欺负。 好。 刚硬着,裴志安走了过来。 干脆我晾出身份来,把他们都抓进牢房里去,也省得他们打清风和明月的主意。 宋暖何尝没有想过。 我知道你的意思,我就是为明月抱不平。 急什么,她总会有上山的时候,山上的野兽那么多,要是她不小心被野兽给咬了,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 她那温暖的小嘴,怎么可以说那么冷冰冰的话? 这件事包在叶玄身上,她会做好的。 叶玄在旁边忍不住的叹气,他们家世子爷都变成王爷了,怎么还像是以前一样,老是拿她出去吹牛。 对了,墨染和墨亲是住在哪儿,要不给他们安排一间房? 不用了,他们三个人睡一间房就好了,反正明早他们要离开的。 我一会儿把叶玄隔壁的房间收拾下,看他们自己想睡哪儿。 萧大哥哪儿去了? 应该去村长家了。 裴志安有些累了,和宋暖说他要去休息了,就回房间了。 宋暖上了二楼,他将外衣脱下挂好。 整个人都瘫在了床上。 哦,好累啊。 宋暖刚想要闭眼睡觉,萧继云走了进来,看着他穿着单衣钻进被窝里,往里面缩了缩。 你去村长家都说了些什么? 问了关于明月的事,还有你之前说落户的事,我已经和村长说了,把他们俩的户籍落在这里的事。 村长是怎么说的? 倒是没有问题,不过村长也说了,清风明月可能会成亲,若是要成亲的话,最好是等他们两个人成亲以后。 直接签到夫家,也省得麻烦。 那就先等等,过两日我再问问。 明月怎么样了,没有什么大碍吧? 高烧还说胡话,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,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,应该是怕我们把他嫁给胡凯,刚刚哭得不行。 啊,萧继云困了。 睡吧。 他低头,视线落在了他的脸颊上,让人忍不住的想一亲方泽。 萧继云的头往下低了些,他望着怀里的宋暖,猴姐滚了滚,到底是没有。 啊,暖暖还小,他怎么可以想这样禽兽不如的事? 若是吓到他了怎么办? 宋暖已经睡着了,似乎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。 他的唇角不自觉地弯了弯,软欲在怀,萧继云有些难入睡,他感觉自己好像要炸了。 不知情的宋暖突然翻了个身,背对着萧继云,有些不舒服地扭了扭屁股。 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,哪里受得了这样无意识的撩拨? 拱着身子让自己尽量舒服些,闭着眼睛在他光洁白皙的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。 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都记得刚刚的那个吻,这辈子不负暖暖。 萧继,我那会儿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,想不到真的是萧继云回来了。 下次遇到这样的事别害怕,有我们在,不可能会让你嫁给那种烂人。 我知道的小姐,我就是害怕。 不怕了,等你身体好些了,让叶璇教你们些防身的功夫,以后你要好好和叶璇学,知道吗? 小姐我知道了,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,我就是当时特别害怕,怕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就把我嫁给他。 以后再也不可以这样想了,只要我还在,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 嗯,我知道了,谢谢小姐。 小姐,京都好玩吗? 很繁华也很美,你要是想去,下次我们去京都带你们去。 小姐最好了。 他喊来了清风,对着二人说。 我路过宴城时,把你们俩的奴机削了,以后你们就是良民了。 至于户籍,我想知道你和清风心里是怎么想的。 是打算放着,还是把户籍落在这儿,等日后澄清了,再牵到夫家。 小姐,我们把户籍落在这儿,和小姐一起。 明日我让肖静云去村长家,把你们的户籍申请办了。 裴志安走过来。 呵呵,在聊什么呢?外面还下着大雪,火锅和烧烤都开始了。 进去吧。 等等。 怎么了? 明月的事情,有需要我帮忙的吗?若是她不想在村子里了,可以把她送到京都去,也省得她心里多想。 我刚刚问过,她已经没事了。 那别好,这段时间住在这里,他们对我多有招呼。 若是能帮上忙的话,你尽管说,千万不要和我客气。 宋暖应了一声,两人进了饭厅,刚进去,萧继云就递给她一盘的烤串。 我刚刚烤的,你赶紧吃。 萧大哥,你这也太偏心量,我也在这儿呢。 裴大哥,你吃我烤的。 小玉别理她,她都多大的人了,要吃自己可以拿。 怎的你就不吃这套呢? 所以你还是自己动手,毕竟自己动手风一足食。 拿起魏玉给她的烤串咬了口,裴志安吃的两颊鼓鼓,还不忘对着宋暖扮鬼脸。 家人们,谁懂啊。 吃完晚餐,宋暖带着他们来到了蔬菜大棚里,一眼看去,里面都是绿油油的青菜,漠然整个人都呆住了。 这青菜种的也太好了吧。 明早你们要把这些菜带回去,我们一会儿摘好,放在马车上。 好的,萧夫人。 暖暖,你那礼物里的银票。 这次我和相公在京都多赚了些银子,确实赚了不少,那些银票娘您先收着,家里开城以后,得去抓些鸡鸭回来养。 您知道我很喜欢吃肉的,那些事就得麻烦娘去做了。 哎,那也用不了那么多。 我和相公还打算再买两亩地圈起来,到时候我们不在家,娘,您还得拿钱出去,您就别推辞了,这三千两我是拿给您补贴家用的,另外,这一万两是媳妇另外给您的私房钱。 说着,宋暖从兜里掏出一万两银票,递给了萧母。 哎呦,这怎么可以啊,这些银子已经够多了,那些你拿着。 宋暖把银票塞在萧母的手里。 娘,我和相公负责赚钱,这些银票您收好,日后若是有需要用银子的时候,我再问您拿。 那好吧,我先帮你收着,你们要用的时候啊,就和娘说。 娘早些休息,暖暖回房了。 去吧。 萧母拿着银票,只感觉沉甸甸甸的,她怕是做梦都想不到,从京都出来以后还会过得那么好,像是做梦一般。 回到房间,宋暖见萧继云坐在桌前画画。 猜猜我是谁? 暖暖。 萧公在作画。 那日你在御花园看雪景时似乎很喜欢,我想着反正无事,干脆就把那雪景画下来,挂在房间里,你也可以随时欣赏到。 宋暖眼睛一亮,凑过却直接在萧继云的脸颊上偷亲一口。 谢谢相公。 萧继云脑子里嗡的一声,耳间不自觉的就红了。 干嘛,不喜欢我骑你啊? 萧,就挺突然啊。 哦,身子往前一倾,宋暖将萧继云抵在身后的桌前。 我睡着的时候,某人好像想亲我来着。 暖暖,我…… 萧继云抬起头想要解释,宋暖一只手撑在桌面,红唇直接就贴了上去,软软的,好像还有点茶香味。 淡淡的茶香味充斥在两人的唇半,唇贴唇的触感很好,让萧继云一时间忘记了思考。 唇齿娇缠,油浅至深,辗转缠绵。 窗外的雪,洋洋洒洒飘续着,像是无数星辰洒落,凝合,静谜。 亲完后,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萧继云身体的变化。 娘子,你先去休息,我缓一缓。 要,要我帮你吗? 宋暖说完这话,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了。 你先休息吧。 她现在还不能,至少,不能在她还没满十八的时候这样。 然后,这个晚上,萧继云做了个有颜色的梦,等她醒过来的时候,她马上就去洗裤子了。 等宋暖起来的时候,身边早就是空空的,她穿戴好就下了楼, 张嬷嬷端着早餐,对宋暖说道。 小姐,吃点早餐吧。 谢谢嬷嬷。 嬷嬷,你的身子感觉怎么样了? 酒劳小姐挂心了,只是天气太冷了,这老骨头也不管用了。 动不动的就有些不舒服的,不是什么大事情,小姐别担心。 说不担心,那肯定是假的,改日天气好了,暖暖带您瞧去。 哎呀,我这把老骨头真没事,也就是小时候掉水里落下的病根,早些年就已经看过了,没有别的法子。 那嬷嬷以后就好好地养着,反正家里有我们,不需要您担心。 小姐这次去京都可看到了老爷,宋暖摇了摇头,将去宋府的事情说了下,听到宋暖连门都没有进,张嬷嬷显得异常的气氛。 那个毒妇,她怎么敢? 她去京都后,就被爹给扶正了,现在是宋府的夫人,怕是在阿爹身边吹了不少的枕头风。 再说,如果没有阿爹的默许,她也不敢这样做的。 那小姐有什么打算呢? 先挣银子吧,宋府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好了,阿爹的事业也是如日中天,怕是也没有把我和哥哥放在心里。 嬷嬷,若是暖暖想要把家产给夺回来,您会支持我吗? 小姐做任何决定,嬷嬷都支持,只是宋府被靠着的势力不小,小姐还需谨慎行事啊。 嬷嬷知道宋府被靠着的是谁? 老奴确实不清楚,但应该不是一般的官,最起码也是个皇亲国戚的程度。 牵扯到皇亲国戚,确实不小。 不管怎样,小姐也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。 若是让小姐深陷险境,老奴倒希望小姐就在这里过好这辈子,起码这样会有脸去见姑娘。 嬷嬷放心,我会安排好,不会打没有把握的账。 说着,萧继云便走了进来。 我在村长那里把我们家父亲的三亩地买下来了,还有田地,我买了三十亩。 小姐怎么买了那么多地啊? 我们住的人多,地方自然要大些,我打算在另外一边种一些果树, 我们以后也不需要去外面买水果。 三十亩很多的? 我当然知道,所以下次我们去街道上,若是有合适的长工,我们买些回来。 确实需要一些长工,三十亩地,光靠我们这些人怕是不够的。 刚说着,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嘈杂的声响,还未等他们过去,外面就有人大声地喊道。 开门,赶紧开门,里面的人劝你们十项点,赶紧地开门,把夜影母子俩给我们交出来,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 听到是要交出夜影母子俩,宋暖也知道来人是谁了。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,行什么说什么就让我们做什么? 你们最好给我十项点,若是得罪了夜家,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 我倒想知道,怎么样个不客气法呀,最好在门外说道说道,我好好听听。 裴之安吊儿郎当地站在了门口,然后他朝着身后的夜璇看了一眼。 怎么样,扛得住吗? 少爷放心,属下可以。 说是连一些混混都打不过,怕是要回去种红薯了。 把门给打开吧。 裴之安一开口,夜璇就把门给打开了,见门开了,为首的那人也开口了。 我们不为难你们,把夜影母子给我们救出来,我们也不会追究你们包庇的罪名。 包庇? 怎么,他们母子犯法吗? 他们偷了府里的东西,我们要抓他们回去见官。 可惜,他们注定是要失望了。 裴之安吊儿郎当地掏了掏耳朵,故作害怕地说。 你们要抓我去见官? 我好怕呀,怎么办呢? 我现在怕得要死。 哈哈哈哈,实相的,就赶紧把夜影母子给拉出来,我保你们什么事都没有。 是吗? 裴之安突然就变了脸色,身边的夜璇,咻的一下就来到了男人的身边,用剑抵在了他的脖梗上。 男人吓得腿发软。 大侠,有话好说,有话好说。 说,是谁指使你来的? 是,是我们家老爷。 男人眼神飘忽着,萧继云却是厉声呵斥道。 说实话。 我们,我们是姨娘派来的,是姨娘害怕夫人和少爷回去,所以才让我们来把他们都抓回去。 抓回哪里去? 这,抓到封月楼去,去发卖了。 封月楼? 你们老爷可知晓。 老爷毫不知情,虽然不喜欢夫人和少爷,可老爷也不会做出那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。 毕竟少爷是他的骨肉,他还是不会赶紧杀绝的。 把他们都捆起来吧。 叶璇问道。 少爷,要把他们都给。 叶璇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 萧大哥,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啊? 送官吧,那就把他们送去见官。 放心,人已经被抓了,是那个姨娘做的。 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,他们是怎么知道的? 怕是村子里的人传出去的,别担心,有我们在这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暖暖啊,我们在这里真的会影响你们的,我了解她的,知道我们在这里,她肯定会再派人来这里捣乱的。 我们在这里会连累你们的。 不会的,他们再来人也不怕,既然他们呀,已经把人带去官府了,官府自然会调查清楚。 没有用的,叶家在京都有关系。 叶姨,你相信我们,真的不会有事的,我们现在是一家人,不管发生任何事情,我们都不会把你和叶影交给他们。 听到这话,叶母的心里越发的内疚了,因为她的缘故,让他们都处于危险中,她真的做不到。 看着叶影母子俩这满脸担心的样子,只好下了计猛料。 你们真的不用担心,裴志安他的身份更加尊贵,具体的我也不能说,不过你们放心,叶家就算是到了这儿,也做不了妖的。 那我们这样,会不会给裴大哥造成负担呢? 负担什么呀,他乐意至极的,你们就放一百个心,有他在,不会出任何事的。 有了送暖的话,叶母和叶影两人的心里也放下心来。 暖暖姐,谢谢你。 你干嘛想那么大的离,我们俩是平辈,我容易折瘦的。 暖暖姐,我知道你和萧大哥是为了我们好,可如果事情是你们都兜不住的情况下,我希望你可以诚实的告诉我,我和我娘真的不希望连累到大家。 你别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,更别想着离开这儿,你信我,只要不是你们犯了死罪,其他的情况下,我都可以保得住你们。 叶影是个读书人,很快的就知道他话里的意思,看来,萧大哥和暖暖姐这次去京都,不仅是赚到了银子,还有了些许的门路。 暖暖姐,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知识,一定会考上科举,不给你丢人。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,但科举再重要,也没有你的身体重要,你现在的年纪也不算大,科举还有两年才开始,你现在还有充足的时间。 我知道。 不知怎的,此时的夜影,感觉自己的眼眶酸酸的,好像有什么液体想要往外流。 男子和大丈夫,这次流眼泪下次就不可以了,以后你会遇到更多更让人难解的事,你要做的是该如何去解决事情,而不是遇到事以后就想着退缩。 嗯,我知道,我就是怕连累大家。 那我问你,你会不会因为我们遇到了麻烦,就和我们保持距离? 当然不会。 我们对你也是一样的。